观众朋友们 这期节目呢 我们在非常美丽的太湖边上 给大家来录制这段视频 那么今天因为是深秋了 所以说阳光也非常的明媚 空气非常的好 所以说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 给大家来分享这么一台车 也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但是恐怕这个项目 这台车的这台项目 恐怕如果说起来 并不能非常让人高兴 因为这台车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已经到了今年十月份 足足跨越了整个大年 到年底我们才交付 为什么这么久才交付呢 也是因为这台车的复杂性 实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台车其实也是主体来说 是一台钛合金的 罗尔夫内十四的皮带 传动的旅行车 但是呢 它一些小的细节 确实和以往我们所做的 所有的车型都不一样 那么最大的不一样 那么我来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 用手便来控制的 这个罗尔夫的内变速的变速系统 那么大家都知道 原厂的罗尔夫 它是一个以转把形式 出现的一个变速系统 那么在平把或者是燕把这种 把形上 它都能非常完美的来做兼容 但是在弯把上 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原厂的这个转把了 那么如果客户要用弯把 那么他必须在他的一个第二个把力上 装他的转把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所呈现的一样 用了来自一个吉普拉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变速盒 然后再基于SRAM的一个手变头 进行改造的一个手变头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兼容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台车我们非常特别 我在过去大概五年前有装过类似的一个产品 但是在这几年 我其实个人提醒非常 不是非常推荐这么一个改造的一个方案 除了它价格非常高之外 它的这个改造的复杂程度 它零件的吸缺程度 还是比较的需要大家考虑的 因为在完成这台车之前 我原本计划是给它去 用一个SRAM的一个机械的一个变速的一个套件 机械变速加机械刹车的这个手变头来进行修改的 但是我在我即将完成这台车的时候 在2023年年中或者2023年的下半年 我们已经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机械刹车的这个手变头了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行业变化非常快 所以说我们整个装车的这个节奏 也必须要符合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市场上 所能买到的一个这个零件 好吧 这个说完了它的变速系统 来说说它的这个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是皮带啊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 我这台车是用的一个来自美国的 wide industry的这个曲柄组 wide industry大家很清楚啊 它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传统的一个自行车零部件品牌 但是它对于美国盖茨的一个皮带传动系统并不是非常友好 原因在于它原厂的纸片只适用于链条 它如果要兼容盖茨的皮带链轮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黑雪给它特殊定制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牙盘的蜘蛛爪 来兼容BCD 应该是104的这个皮带链轮 这个工作我们花了差不多前前后又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步骤 在市场上我们相信可能有一些蜘蛛爪 牙盘的蜘蛛爪 但是未必百分之百适用 适用于白宫的曲柄 适用于正好匹配盖茨皮带系统的一个中心的这个皮带线 所以说我们装了这个之后 外观非常的协调 并且能够保证这个皮带前后 皮带中心在同一条直线上 它的皮带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这么一个改造 也是这台车当中所区别于其他车型所独一无二的一个改造 好吧 那么基于这两个系统 那么这台车架 我们来说一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黑雪其实主要是做钢架 但是近年两年来 我们有些客户反馈 能不能以太架的形式来呈现出来 那么太架和钢架比 虽然都是金属车架 但是在一些小的零部件 包括钩爪 这个配管的这个细节方面 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 我们还是让我们的这个 整体的太架的工厂方呢 给我们重新制作了全新 符合罗尔夫的一个钩爪 非常完美的匹配它的扭力板 然后呢 也做到了尽可能的 没有任何的冲突 好吧 如果我们把镜头切换到屏幕的这个车的左侧 它这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右后下插的一个造型 它又要兼顾我们这里的一个杰波拉的一个变速盒 它比原厂的又要稍微大一点 这是一 又要兼顾它的卧室的叠差座 仍然呢 还要兼顾我们的这个货架 以及挡泥板的这个位置 它右后下插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造型 如果像有些客户 我知道在过往几年 他们自己也去做太架 也去在西安去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工作 但是如果前期没有做过这么复杂的一些项目的前提呢 它如果突然之间去做这么一个车型 恐怕还是会有些难度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黑雪也是花了一些小小的心思 那么最后的最后呢 来说说这台车的外观啊 这台车 因为很多钛合金车架 大家都知道颜色会比较沉闷一点啊 整个钛颜色的金属色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车头部分加了一个蓝色的一个点缀啊 包括靶带啊 这个丸组啊 还有我们车头这里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紫色的蓝紫色的一个车头标啊 所以说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一些粗挑的颜色 然后呢 在弯关方面 我们这里也非常高兴地能和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自行车 我们采购了他们的一个挡泥板 我觉得这个挡泥板还不错 硅甲的一个造型 铝合金的一个材质 非常复古啊 又复古又 可以说是又现代 因为它的安装方式 和目前主流的高档挡泥板的安装方式是一样的 多点的固定 然后整体的质感都非常不错 所以说这台车我们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 很复杂的一台车也非常贵啊 非常贵 花的时间非常长 并不非常推荐大家所有的人都来买这种车 除非你真的是有一台车在骑 或者是新增一台 或者是你的预算非常充足啊 去买这么一台车 我再来补充一点啊 就是关于这个挡泥板的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其实在装古典旅行车 或者是复古车的时候 挡泥板一直是非常头大的一个问题 原因在于挡泥板好的挡泥板并不多 第二个呢 就是这双挡泥板它并不容易安装啊 为什么这样说啊 大家看到这个挡泥板后挡泥板它其实是一个三点的固定啊 中间这个武通这里有一个螺丝的固定 然后后上插这里有一个螺丝的固定 那么后面还是有个油型的这个不锈钢支撑来固定 那么这三个固定都需要车架的一个支持 如果没有孔位 那你你估计就很难实现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后上插和后下插的这个宽度啊 原来大家都知道如果轮胎这边已经有一个宽度的话 那留给挡泥板的位置和车架的位置其实是并不多的 那么这里你就要去算你的轮胎是多少 你的这个车架最大的兼容轮胎是多少 那么如果要装挡泥板 你这个轮胎是不是要再小一号 所以这也是第二个我需要考虑的个问题 第三就是说像这个挡泥板目前来说 这个支撑啊原来它会比较长嘛 它不它原生它因为兼顾不同的车型 它留的这个支撑大概率都会比较长 那么如何把这个挡泥板更好的贴合你的这个轮胎 大家看到不管是后面中间还是前面 它挡泥板和轮胎之间的这个缝隙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需要考量这个装车师傅的一个人工的一个能力 然后最后或要把一些角度的调整啊 间隙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呢 这个支撑多出来的支撑需要裁掉 还有前面的这个空间如果是有缝隙过大 我们要重新用垫片来调整 这些工作非常麻烦啊 可能你需要装好挡泥板之后 把轮胎装好之后再比划一下 然后估计一下它中间的一个最终的完美的一个程度 然后最终第二次重新拆卸重新调整之后再去装 所以挡泥板安装其实非常非常麻烦啊 这只是后面前面的话你还要甚至考虑像这样单腿支撑的这样一个挡泥板 它和前面的叠山会不会有碰啊 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考虑的话 可能你需要在装车之前好好考虑一下 好吧这个是我们在安装各种车型之后啊 在安装这个Velocity挡泥板之后啊 我们所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挡泥板非常漂亮 但是它需要的这个考量和人工非常麻烦 好吧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